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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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阿全 今天晚上我們要去做一件最近很夯的事情 就是 那奉林寺的對象是誰呢? 就是這一台 我借回來的Messie TL508 那他要比較的對象是誰呢? 就是 我們這邊,就是這一間店 就是德新車業 新村店的店長 對吧,店長吧 店長,就是小老闆,我們的阿德 在這邊 就他的愛車大改的465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 看看去藍色公路那邊奉林寺之後 就是 原廠508都要大改465 到底會輸還是會贏 就先這樣 行不行?有沒有信心? 絕對沒問題 聽說你好像 跟某某人要對象 要不要嗆一下 不用嗆 不用嗆喔,反正一定贏吧 海放你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阿德的愛車長怎麼樣子 走 好,這一台就是阿德的愛車 我們從後面看了 就是有改段框 電條 然後齒盤,地震,連桿 反通都改了 那手把這邊呢 就是,哇 一眼就可以看得到 艾瑞斯的電腦 好,那我們再往下齁 往下這邊 看一下煞車 疊盤 疊盤改動 我不確定哪一家 然後卡鉗應該是 1098或N50吧 還是同一顆 其實我也忘了 好,然後外觀就是有 巴風車椅墊,巴風車走風鏡 然後還有那個出路平安的貼紙 然後我們來看另外一側 另外一側這邊 阿德的車真的很漂亮 好,來看看排氣管好了 排氣管也是巴風車這邊的東西 然後就是巴風車的前段 然後加上那個 彩鈦的蝎子尾段 然後是碳纖維的尾蓋 然後加上一個定做的 鯊魚形狀的彩鈦方燙蓋 這支管真的很漂亮 好,那就是這台車今天要來挑戰 原廠508,GO 喔,阿德出動他的戰車開始示威了 他好朋友,沒有人可以阿達 不是 你看光聽聲音就覺得很兇啊 可以等一下去再拍啦 哈哈哈哈 這一段感覺有點悲哀 不會,沒關係,我們就不怕 哈哈哈哈 好,我們的阿德已經把車騎過來 準備要參戰了 有沒有信心 絕對有了好不好 表電508 表電 好,來看看你的大改465怎麼樣 喔 喔 我們現在已經把那個 這個叫什麼 車牙 車牙的那個紀錄器是不是 沒錯 喔 這樣等一下就會知道0400的成績是多少了 開機 開機 等一下要來決戰了 喔 這個是阿德的御用車手喔 來 你對哪台車比較有信心 我對爆改的 465比較有信心 爆改465比較有信心是不是 那原廠508咧 落賽 落賽 靠 車就是要改啦 好,那我們來拉拉看 原廠508對大改465喔 你先騎原廠508看看 喔,御用車手要出發了 好 好,我們就等著看他等一下 車牙的紀錄吧 好,這一段跑完了 那508的成績 我們先來看一下 508的時速0到100 是花了 7.65秒 然後他的其他距離的 就是0到50 0到100 0到150 一直到0到400公尺的秒數 我們就是用車牙做成績 就是放在右邊給大家看 就右邊的那個表格 大家再自己看一下 好 終於騎到你的大改465了 有沒有信心 絕對有信心 絕對有信心 絕對可以拔掉原廠508 發爆 好 就整理出發囉 等一下喔 好 剛剛那個最後的笑聲就是 阿德賊賊的笑聲 阿德就是德星的小老闆 好,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大改的465 他在車牙這邊做紀錄的成績是 時速0到100的加速的秒數是 6秒01 我們算6秒好了 真的是很快 這是比508快的 整整1秒半阿 好 那這台車其他 鳳林式的成績呢 就一樣 旁邊右邊 就有個車牙的表格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 把兩個表格放在一起 來比較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把那個 大改465的表格 放在左邊 原廠508的表格 放在右邊 然後來稍微做一下比較 應該不難看出來 就是0到100的 時速的加速 6.01秒對上7.65秒 原廠508慘敗 那個大改465大獲全勝 就是無庸置疑的 差了1.6秒以上 這個就不需要再比了 那鳳林式的部分呢 就是0到50阿 0到100 0到150到0到400 這個區間的時速呢 我們看時速就好了 不要再看秒數了 看秒數有點可憐 就是時速的部分 就是大概至少都 每個區間至少都差了5左右 就5正伏1阿 然後一直到大概 0到400的時候就是 它才會就是有個 130對134這個數字 但是 134是大改的 465拉出來的時速啦 然後 而且這個時候的秒數 也才14.68 那 那原廠508的部分 這15.77 也是差了1秒多 那這樣子 其實 現在還有大改 465的側右 就是 不用急著去換508啦 所以就是 這樣的成績這樣比下來 不會跑出原廠的508 但是呢 原廠的508 在中高速的延伸性呢 是比原廠的465好上很多的 但是對上大改的465呢 整件事情就變得不確定啦 因為大改的465 它的電腦 它的傳動 它的排氣管 全部都有做調整 獲得全面性的強化 所以呢 從車牙的那兩個表格的數據 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465是全方位的碾壓 從起步一直到尾 不要說 不要說到尾速 就是到中速 都是碾壓的 但是 中尾速的時候呢 我覺得 508是有機會 拉回來的啦 但是應該要到很後面 可能 我覺得 至少要去61那種路段 可能拉到170 180 可能撤得出來 好 那所以說 因為會有安全性上的考量 我們就 不做那麼多 那麼危險的測試了 這部分就留給 相關專業的單位或是媒體去測試就好了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轉回來 我們要來問一下 阿德 跟他的育用車手 對贏得今天比賽的想法 好 我們來問問他們吧 好啦 剛剛那個 零四已經 蹦完了 那我們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兩位大大 我們就先講 暴改465的部分 我們0到400公里 0到100公里是 6.01秒 嗯 6.01秒 那 原廠508勒 7.63秒 哇 整個 7.65秒 整個輸蠻多的耶 而且我剛剛看他那個 所有的時間紀錄 好像是你全方面的碾壓 沒有錯 那個 跟阿德嗆一下 那個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我們大改 德星大改 465 碾壓 原廠508 完勝 完勝 大家對那個數據有興趣的話 我等一下會跑來後面 大家可以自己 就是稍微 檢視一下 到底有沒有全方面的碾壓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了 那我是阿泉 他是阿德 這是我們的最佳車手 好 那就先這樣啦 掰掰 我們是��게요 我們先來看看